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我是安宁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三个搭配学道手,产评语法及课间 三个搭配就是名词、注词、动词的搭配 今后一直要到高级的语法里全都是这个搭配 具体的我们还学习了注词帮助名词,谓语决定注词 学习了最关键也是最根基的谓语决定注词 它的准则就是他动词和使一态的前面用注词窝 自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可能行被动式的前面用注词嘎 这个准则是万能的准则,千万要牢记 此外还学习了他动词和自动词的特点 无端动词、一端动词、特殊动词的变形 我们学习的变形是肯定和否定的简体和静体 形容词和注词是的变形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汉语句子来帮忙日语框架瞬间搭 我们知道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位冰 加上修士的定状符 而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冰背 因为主语和冰语都是名词 需要有一个帮助他们拆开的词 就是注词 句子的主干是主 冰、味 加上副手的修士部分 定状符 定语修士名词 比方说认真的学生 认真的就是修士名词学生的定语 状语修士畏语 畏语有动词和形容词 比方说认真的就是修士动词学习的状语 比方说非常好 非常就是修士形容词好的状语 也叫做副词 日语的卫语除了有动词和形容词以外 还有一个动词的分支 形容动词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第一 为什么有形容动词 第二 为什么说谓语决定住子 而三个搭配 却是名词加注词加动词呢 首先 形容动词其实是一个附属的形容词 就像是形容词是一个独立的成人 而形容动词像是他的孩子 形容动词表示的意思是形容词的意思 但是却不像形容词那样独立 所以形容动词不能够单独作为为于使用 而是要加上注动词是 就好像是一个孩子 无法自己独立工作 而需要另外一个人来辅助他 所以形容动词一半是形容词的意思 另一半是要借助助动词来做谓语使用 所以叫做形容动词 第二 在日语的所有的语法里 形容词和形容动词只是占了极少的部分 除了做修士语 就是做谓语的时候 前面要加注词嘎 而绝大部分的语法的搭配 都是名词加注词加动词的搭配 我们下面说说补语 补语在日语里边没有 对应成状语或者是复合的动词 也就是说在日语里边 只有主宾位和定状 修士语放在被修士语的前面 这一点和汉语是一样的 而英语的定语如果是很长的话 就会放在被修士语的后面 原来我在日本大学教汉语的时候 很多日本的学生都说 中国人英语好是因为汉语和英语的语法是一样的 我当时真的是一头雾水 他们说汉语是主卫宾的顺序 英语也是主卫宾的顺序 所以好学 而日语是主卫宾的顺序 所以日本人学英语和汉语不好学 我当时我就说了 那一个人说话难道就永远说主卫宾吗 学好一门卖语 是用了最有效的方法和不断的努力的结果 我们这期课就是要掌握最有效的方法 彻底打破那种说 日语是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的谬论 我们就是要笑着进来乐着出去 这张图是一个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 我们会发现汉语的句子的基本结构 和日语的句子的基本结构非常相像 这张句子结构图我画了一个方式 是给日本人讲汉语的时候用的 举个例子 我每周在维固 通过网络跟安宁老师学四个月日语 发现相同点了吗 整体的顺序是一样的 卫语和宾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是名词 每周是时间状语 在维固的在是动词 但是这个动词在 在汉语里边不是作为为语使用的 所以叫做戒词 通过网络的通过还是动词 在此称为戒词 跟安宁老师的跟是动词 在此称为戒词 最后的学日语的学是动词 是整个句子的位语 日语是名词 是宾语 整体句子的顺序是一样的 简单的说 汉语总体上是名词动词 名词动词 名词动词的搭配 日语是名词注词 名词注词 名词注词动词的搭配 在这个句子里边没有定语 如果添加了定语 继续在名词的前面添加 注词前面的都是名词 这样就会把逐个的单词 串成了一条线 这就是句子 只要掌握句子的主干 在添加附加的修士语 一个短的句子 就会变成一个长的句子 我们看看这句话 用日语怎么说 和表示大主语 也就是说 和前面的名词 和这个句子的最后的位语 也就是句号前面的位语 也就是大位语 相呼应 是做大位语的主体 这就叫做大主语 で的意思是在 も接在他动词的前面 有的时候会翻译成把 に表示对象的根 つうじて是他动词 意思是通过 ならって是他动词 意思是学 います 意思是正在的在 相当于现在进行式 私は毎週ウィークで ネットを通じて 安寧先生に 日本語を4ヶ月 習っています 私は毎週ウィークで ネットを通じて 安寧先生に 日本語を4ヶ月 習っています 发现了吗 动词と形式不一样 三个动词 通过 学 在 通过和学 是以て結尾的 在 是mas結尾的 这一点 我们会在今天的课程里学习 只要记住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 今后把汉语翻译成日语的时候 按照这个基本结构 一定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按照这个基本结构 一点一点的学习日语的句子 首先我们说说时间 我每天早上七点学日语 我 私は 早上 朝 七点 七日に 学日语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汉语和日语的最大的不同在于 日语有助词 位语放最后 也就是 位语和冰语的位置 是对调的 汉语是卫语加冰语 日语是冰语加卫语 wa 是大主语 wo 是接在他动词的前面 ni 有四个意思 就好像是把手指出去一样 表示 方向 对象 目的 目标 asachiji ni ni 表示方向 可以翻译成在 七点 七点 是一个时间点 表真指着七点 所以用手指出去的ni 私は朝七時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勉強します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这句话说快了就是 如果你想把句子说快 就要从慢 就要从慢 说到快 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反复 下一个句子 我们把时间变成地点 我在网上学日语 或者说 我通过网络学日语 我 我 私は 在网上 neto de 网是英语的net neto 在 是de 在网上 neto de de 一共有七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的在 表示地点 学日语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在这个句子里 我们把 勉強します 换成另一个 更加特质 有人带着学 跟老师学的单词 叫做 習います 原形是 習う 他动词 无段动词 那是那 拉 是拉着的拉 无表示状态 拉着那个 引申为 跟谁学习 習います 習います 私は neto de 日本語を 習います 下一个句子 我们按照图的顺序 说说方法 我用这本书 学日语 我 私は 用这本书 この本で 这本书 この本 用 で 表示方法 用这本书 この本で この本で 学日语 日本語 を 習います 下一个句子 我们说说交通 我明天 开车上班 我 私は 明天 写作汉字明日 明日 明日 是暧昧的时间 所以不用 注词你 具体的时间 因为有指针 指向 所以后面要加 表示方向的 注词你 开车 車 叫做 車 所有的交通工具 后面都要用 で 也就是说 交通跟方法 是一样的 翻译成 开车 坐车 骑车 車 是汽车 所以 車 意思就是 开车 我在日本 教汉语的时候 日本的学生 有的他不知道 汉语里边 对交通工具的分类 这个动词 是特别的详细的 因为日语里边 只有一个 注词で 那有的 日本的学生 就跟我说 我今天 开自行车 上学的 上班 叫做 出勤 出勤 变成了一个动词 跟学习 勉強 します いや 都是印度的名字 加上做 します 变成了动词 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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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明日 車で出勤 出勤 出勤 下一个句子是对象 对象的前面要用住词に 方向对象目的目标 我跟老师学日语 我 私は跟老师先生に学日语 日本語を習います 私は先生に 私は先生に日本語を習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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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看放在冰语后面的状语部分 一个是期间 一个是数量 首先看看期间 表示期间的词是时间段 不是时间点 所以不用手指出切的这个点的注词に 如果要说再三个月里 就要用表示时间段的注词 这个注词就是有七个意思的で 七个意思我们学习四个 地点 方法 交通 范围 三个月 三ヶ月 三ヶ月 在三个月里 三ヶ月 那我们看看这句话 我跟老师学三个月日语 我 私は 跟老师 先生に 三个月加在冰语和卫语的中间 也就是日语和学习的中间 日本語を三ヶ月 習います 私は先生に 日本語を三ヶ月 習います 私は先生に 日本語を三ヶ月 習います 私は先生に 日本語を三ヶ月 習います 最后是数量 我每月读三本书 我 私は 每月 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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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是期间 也就是时间段 所以不用读字一 三本书 三冊 三冊 读三本书 三本书放在 读书的中间 也就是书 三本书 读 本を 三冊 読みます 表示数量的词 在词类句子中 不用读字 那如果 非要按照汉语的 三本书来说 就叫做 三冊 三冊 和 本之间 加上 读字 也可以说 三冊 三冊 の本 を 読みます 但是 这是第二 选择 日语里 首选的 说法 就是 本 を 三冊 読みます 到此 我们学习完了日语的基本句子结构 接下来我们学习把这个基本结构扩充了以后的内容 在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以外还有修士语的添加 修士语就是定语和状语 定语修士名词用白勺的连接 这个的在日语里有六个大的板块 名词修士名词的时候用助词no 形容语的简体修士名词 形容动词加上那修士名词 动简修名 就是动词的简体修士名词 动静修名 就是动词的静体修士名词 还有动词的他形修士名词 首先 名词加名词的时候 中间加上助词no 日本的东西 日本の物 日本の物 银座的店 銀座の店 銀座の店 商店 餐厅 都可以用店 密食看 見る的密 施食让 使一台 让客人看 就是店 銀座の店 銀座の店 东京的银座 可以说是日本最时尚 和最繁华的商业区 银座的地名来源于 古代在此造银壁 前些日子在银座 有一个路人的采访 一位日本的老奶奶说 现在银座 中国游客多的让她感觉 有的时候不是在日本 老奶奶叫做 おばあちゃん おばあちゃん 是个长音 おばあちゃん 下面是形容词 修饰名词 形容词结尾的 一 就相当于了 得 所以直接修饰名词 好事 在一个词组里 如果这个词组不长 一般不会要有太多的 声调的起伏 按照前面单词的 声调翻译就可以 当然也可以按照 分别每一个单词的 声调念 一的过去词叫做 良かった 良かった 是一的古语 良い变化的 优就是优良的优 表示好 一是得 良い 好的 良かった 是过去式 它翻译成 漢语的 勒和得 在这里 是过去式的勒 因为漢语的形容词 没有过去式 所以勒就翻译不出来 形容词的过去式 也是形容词的简体 所以直接修饰名词 良かった 良かったこと 可以翻译成 漢语的 那时候 在过去的 那个时候的好事 比方说 在这张图里所说的 作为母亲 让孩子学 课外的各种技能 例如弹琴 在那当中的 好的是 难的是 是什么 好的是 就用 良かったこと 良かったこと 很多形容动词 既是形容动词 也是名词 所以要用 是 です 或者 だ 结尾 です 是进体 だ 是简体 名词修饰名词的时候 用の 形容动词 修饰名词的时候 用跟の 同一行的 漂亮的人 这张照片 就是京都 京都 下面是 动简修名 动词的简体 修饰名词 我们分别举例学习 动词的八个后缀 修饰名词 第一个 买的东西 或者说 要买的东西 買うもの 去的地方 要去的地方 找的地方 要寻找的地方 要寻找的地方 探す ところ 探す ところ 探す ところ 探す 是他动词 无端动词 撒 是搜索的 搜 咖子造词法里面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状态 撕 是做 做一个搜索的动作 就是找 探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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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ころ 等的人 待 人 待 人 待 人 慢 一次 就是等 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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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我们等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 在等别人的人 待 人 待 人 要 选的地方 選 ところ ところ 選 選 選 ところ 選 是他动词 无端动词 是 挨着的挨 拉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拉动的拉 不 是病内的病 挨个拉出 引申为 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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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的人 励む 人 励む人 励む 是自动词 无端动词 は 是吐气的土 け 是气的无音 着音 代表着重 無 是 用力 用力吐气 就是使劲 努力 励む人 励む人 到了日本 要到处转着 要转的地方 回る ところ 我们学过动词 和形容词的声调 是在变形以后起作用 圆形都是按照两边滴中间高来读 回る 是圆形 就读成了二 回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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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头中看到的人 在里头中看到的人 其实记住一段的字 其实记住一段的字就行 上一段和下一段的称呼 是为了识别字典上的标志 み是看 看了以后 大面积的覆盖 就是看到 下面是动静的修名 动词的静体修是名词 用于正式的口语 比如自我介绍 讲演 发言等等 所以相比之下 动静修名 用得更多 即将毕业的大家 或者说 即将毕业的同学们 卒業します 皆さん 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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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毕业 加上します 辨成动词 卒業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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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 卒業します 皆さん 卒業します 卒業します 皆さん 最后一个是 动词的他形 和英语里边 用动词的过去式 作为形容词 来修饰名词 是一样的 日语的他形的他 翻译成了 汉语的 勒和得 勒 表示动作的完了 或是过去 点了的菜 要了的商品 拜托了的东西 日语叫做 たのんだもの たのんだもの たのむ 是他动词 武当动词 他是他人的他 のむ 是喝水的喝 以身为接受 让他接受 就是拜托 请求 点菜 たのんだ 是他のむ 的过去式 たのんだ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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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里边 把动词 变成过去式 以后 成为形容词 然后修饰名词 这一点 日语跟英语 是一样的 动词的过去式 也是形容词 所以他行 虽然是动词的过去式 也做形容词使用 他 也有 的 的意思 充实的每一天 充实した 毎日 充实 是充实 充实した 是 充实する 过去式 因为过去式的表达 比较单一 所以称为他行 充实した 是充实的 每天的汉字 是每日 毎日 毎日 充实し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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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毎日 定语的部分 学习完了以后 我们学习状语 认真的学习 这里面的 就是副词的标志 日语里边 有三个柱子 ku ni to 形容词 变成副词的规律是 去掉i以后 加上ku 就是把i 变成ku 好 i 古语是 yoi 变成副词是 yoku yoku 有三个意思 好好地 老 能 好好学习 yoku 勉強す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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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去日本 yoku yoku iku youku 日本 に yoku yoku 日本 に yoku yoku 日本 に yoku yoku 日本 に yoku 能 吃 yoku taberu yoku taberu yoku taberu 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日本人里胖的人不多 是不是因为饮食清淡啊 但是又有人问我 为什么日本的相铺运动员都那么胖啊 这两个极端啊 日本的饮食理念 重要的是断食 就相当于我们汉语的 壁谷 当然 不是什么都不吃 而是把断食的理念 移入到了日常的饮食当中 吃饭八分饱 不要吃得过饱 尤其是孩子 不让吃得过饱 八十年代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 觉得日本的生活真的特别苦 不让吃饱 不让多穿衣服 讲究冻 讲究饿 后来才明白 不是过分的讲究饿和动 而是 不要吃得太饱 不要尝得太多 适应不了 严寒 更容易感冒 日本人每天泡澡 有的人泡的时间很长 我原来的一位日本的女学生 她特别喜欢泡澡 每天要泡三四个小时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怎么那么水灵呢 原来是泡发了 能吃 よく食べる よく食べる 形容动词变成副词的时候 在形容动词的后面 加上注词に 认真的活着 真面目 不是我们看出来对方的正面目的这个意思 是认真的面目 认真的面孔的意思 真面目的意思 认真的 认真的活着 认真的生活 真面目に生きる 生きる是自动词 一段动词 一是意识的意 き是气 る是常 有意识 有气力 隐身为活着 真面目に生きる 真面目に生きる 认真的人 真面目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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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词和你太词作为副词使用的时候 后面加上主词と 我们看这个抗日片里面总是听到通通的通通的 就是这个注词と 混合的统 意思有两个 一个是和 一个是引号的作用 把内容通通通的 过在引号里 你生词和你太词在汉语的文章里有时候会用引号 这个引号就是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各式各样 叫做 一个落在 一个落在视觉中枢 而产生的感觉 就是颜色 汉字是色 看各种各样 去日本以后要看各种各样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いろいろと みる いろいろと みる 这个と 也可以省略 いろいろみる いろいろみる いろいろ 还可以当作形容动词使用 看各种各样的地方 加上地方 いろいろなところをみ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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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完了 基本的句子结构 修士语的定语和状语 下面我们学习中顿 也就是 最开始我们说的 通过网络学日语的时候 通过用了て 学用了て 而正在用的是います 我们就来学习这个て 是什么 也就是 畏语和畏语连接的时候 前面的畏语 需要变成中顿的表达方式 学习完了以上三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句子说得更长了 畏语的中顿有两个 连用形和て形 连用形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之后生了第二个孩子 就是连用形的后面 加上て 后来又生了第三个孩子 就是て形 我们现在所说的て形 实际上是连用形的后面 加上て的变音来的 主要是为了发音方面 所以现代日语里面的中顿 只留下了第一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就不用了 连用形是古语 语气正式 て形是现代语 语气柔和 首先我们看看动词的连用形 动词的连用形是 动词去掉mas 我们按照圆形 也就是简体 静体 连用形来读一遍 声调是按照圆形 買う 買います 買い 書く 書きます 書き 出す 出します 出し 持つ 持ちます 持ち 死ぬ 死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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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ぶ 呼びます 呼び 読む 読みます 読み 売る 売ります 売り 一段动词 起きる 起きます 起き 食べる 食べます 食べ 特殊动词 する します し 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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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 くる 形容词的连用形 就是把形容词变成副词 三个假名的形容词 同时声调是二的形容词 变成副词以后 声调变为一 主要是为了好发音 声调是零 变成副词后还是零 但是圆形按照两边低 中间高来念 热 暑い 声调是二 变成副词 暑く 大多数的三个假名的形容词的 圆形的声调都是二 暑い 暑く 暑い 暑く 暑い 声调是零 变成副词 暑く 暑い 暑く 暑い 暑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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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声调就能够知道是热还是厚 这点对听力非常重要 这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哪记得住啊 是的 我就是一个自己重新再次学一遍日语的人 因为日语的 卫语的声调的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一直在京都还有京都的口音 所以日语的声调一直都是不标准的 后来自己一个一个单词重新查字典 总结声调的规律 把所有的单词包括瓦塔西这么初级的单词都重新查字典 而且是查不同的日日词典 看上去好像是浪费时间 但是就好像是古人所说的温故之心 因为这样才会对每一个单词了解会更加的详细 现在可以说如果有人说一个单词的其中的一个意思 我大概就能说出来是哪一本词典的第几个解释 所以苦苦挖熏才能得出详细 所以日语里的详细叫做苦挖戏 汉字写作详细的详 苦挖戏是两个以上的假名 圆形的声调是按照两边低中间高 苦挖戏变成副词 变成副词 变成了二 苦挖戏 结尾的形容词变成副词以后 声调都是在西 就是这个好像的像 这个西的前面下降 形容动词没有中顿 因为形容动词要用主动词式来结尾 所以我们学的是 ディス的联用形 ディス的简体是 DA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 ディス是从デアリマス来的 所以 デアリマス是ディス的古语 ディス和ダ是现代语 变形的时候要用古语来变 デアリマス的联用形是 デアリ 所以 是的联用形叫做 デアリ デアリ 需要注意的是 联用形的语气正是声音 所以口语里边多用贴形 五端动词的贴形 分别有自己的变形规律 声调按照原形 语气正是声音 買う 買って 書く 書いて 出す 出して 持つ 持って 死ぬ 死んで 呼ぶ 呼んで 読む 読んで 売る 売って 一段动词的贴形 就是把原形的结尾的る 变成て 三个假名的一段动词 变成て以后 声调要变成一 起る 起て 食べる 食べて 特殊动词 する して くる きて 动词的静体的贴形 就是把ます 变成 ました 虽然动词和形容词的声调呢 有些麻烦 但是我们自己变形的时候不多 主要是先学日语 模仿日语 把记者的日语脱口而吃的说出来 比自己造句会更加重要 我们最后学习几个句子 买东西的时候说 请把那个给我看看 それ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見せて 是动词 让看 見せる 的贴形 两个动词 接在一起的时候 把前面的动词 变成中盾 口语里面用 贴形 ください 意思是 给我 请给我 请 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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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看完了以后 决定买一下的时候 说 请把那个给我 我买这个 还有就是 我要点这个菜 これをください 我是把 これを ください これを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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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的时候想試穿 就要问 可以試穿吗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試着 是試穿 后面用 する的中盾 して も的意思是 也 连 都 いい的意思是 好 可以 行 試穿 也行吗 所以这个 也 也可以省略 試着 可以 試着 好 試着 可以 試着 可以 日本人在出门前 要说 我走了 行 来 行ってきます 行って 是去、行く的中顿 きます 是来 也就是说 你去了以后还回来呀 行ってきます 行ってきます 听到的人就要说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就是回来啊 去吧 还回来啊 らっしゃい 是いらっしゃい 就是 行く和 来る的尊他语 意思是 您去您来 因为口语里面 後面的 以 经常省略 所以叫做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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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らっしゃい 引申为 意思是 欢迎 比方说 有人来家里做客 对客人就要说 いらっしゃ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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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用语的 欢迎光临 叫做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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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音语的 連用语是变成副词 白音语的 提心 是变成副词后 加上 提 熱 Patrick's 热ком いらっしゃい 暑く いらっしゃい 暑く 暑くて ほ 熱い あつく 暑くて あと 不是IRlos 好 暑く 提醒是 就是把酥去掉 形容一个人阳光且精力充沛 就是现在所说的充满了正能量 明るくて元気です 明るい 意思是明亮的 阳光的 阿是明 か是家 る是常 明るい 明るい 元気的意思是健康 健康就是有元気 元気 元気 明るくて元気 明るくて元気 明るくて元気です 元気是形容动词 必须下注词式来结句 男性都用结尾 大女性都用です 来结尾 大是简体 です 是进体 口语里面有的时候会省略です 和大 明るくて元気 明るくて元気 形容动词 形容动词加上形容词 不是表示修士 而是表示并列的时候 要用中顿 修士就是好比大小 倍修士于大 修士于小 但是又什么又什么是并列 所以就要用中顿 尽力充沛 且阳光 又尽力充沛 又阳光 元気で明るい 元気で明るいです 简体是 元気で明るい 元気で明るい 元気で明るいです 今天我们学习了句子的基本结构 句子里边的修士部分 定语和状语 位语和位语在并列的时候的连接 也就是中顿 连用形和特形 知识点多 希望大家重复收听 我们下次学习 位语时代只有仨 几个假名帮上他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